你執行的話,你會按一下它清楚 假設你做一個動作,它會幫你產生一行程式 這些程式基本上是放在聚集裡面 你點選編輯,它會自動幫你跳到你程式的位置 實際上,它這個位置基本上也是在VVA裡面 所以其實你按編輯或者按Video Basic都OK 不過當然如果你要就是按Video Basic有時候不一定會跳到你的程式位置 所以按這邊比較保險,按編輯 那你會發現它就跳出一個視窗 特別注意喔,這個視窗就是我們Video Basic的編輯環境 特別注意,Video Basic 實際上就點,只是說差別是它直接幫你把程式打開來 可是你程式放哪裡?未來你可能慢慢習慣 以後那個VVA寫的位置 特別是一定是這個的專案 一定上面會有個VVA的Project 然後呢,檔案名稱會跟我們現在的這個檔案名稱是一致的 OK,第二個的話呢,我們寫的程式都會放在模組裡面 OK,那如果沒有模組,你必須要先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因為錄製聚集,它已經幫我自動產生 那程式的話,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能夠執行的話,一定是SUB 頭一定叫SUB,名稱在這裡 一個小瓜糊 尾巴一定是ANDSUB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一段程式 它的名稱 結束點在這裡 另外一段的話,一定SUB開頭 然後另外一段程式,小瓜糊 ANDSUB,所以兩段程式 那也就是說,我們剛剛做的任何動作 它基本上都是幫我寫在 其實這個上面,單一號開頭 就是所謂的註解 註解就是程式不會執行 也就是說你要寫一些參考資料 你可以單一號開頭 那理論上,我習慣會把它刪掉 那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理論上呢 我們剛剛做了幾個動作 那它全部都會放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動作 游標放在一式儲存格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我們就是 在上面資料編輯的打勾 它會幫我把公式加進去 其實就是Formula Formula就公式嘛 把公式丟到目前的ActiveSale Sale就儲存格 Active就是你目前游標放的儲存格 OK 其實你會發現 它跟Range還蠻下 Range一式 一式儲存格 通常是指的是絕對位置 絕對一式的那個位置 那那個ActiveSale指的是相對 就是你現在游標放的位置 那未來這兩個物件 我們在寫VBA的時候也都會出現 所以你們慢慢要習慣 大概知道一下 那再來就是AutoFill有沒有 空點快速點兩下 這邊 所以未來我是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寫完那個 錄完劇集之後的話 恐怕還要再把這些名稱 後面的東西加上去 那至於要打什麼 你可以用你口語化的敘述自己打 因為那是要寫給你自己看的 慢慢累積久了 以後如果說 回去有時間 請各位建議 回去就是錄製聚集 建立按鈕 錄製聚集多做幾次 然後錄完之後 可以WALK 那表示你那件事情可以自動化 但是剛開始不要太貪心 因為太複雜的事情會失敗 因為太複雜的東西 你還要再改程式 沒那麼簡單的 你可以先錄一些簡單的東西 那最後當然我是建議 你那個編輯那個什麼 那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就是改成類似像這樣子 改成這樣的敘述方法 有沒有我上面一二三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給各位參考 把它放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怎麼樣 類似把它蓋過去 其實就長這樣 一二三 至於後面的名稱 你不見得一定要打的跟我一樣 你可以用你自己口語化的敘述去表達 就是加上註解 一二三 以後的話 因為程式是這樣 你寫 現在記得起來 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可能都忘記了 那怎麼辦 看註解就知道了 因為如果沒有加註解 你會發現程式完全不好閱讀 但加二註解之後的話 好像馬上可以喚醒你的記憶 所以特別注意 註解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請各位稍微就是 在了解一下 這個這個基本的架構 把那個在demo 就是這個地方按編輯 它可以跳V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怎樣 按V就Basic 它也會跳出來 不過按V就Basic 它有個缺點 就是它也許 它不會跳 打開來可能就是只有這個畫面 那你的程式在哪裡 不像你直接點選那個聚集 它會直接跳 那變成你如果按這邊 要自動自己手動 再打開這個module 它才會打開來 OK 那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再把這部分 再加上註解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就上課的 我們這個學員才能夠申請 就是沒有對外公開的 也就是只有你們看得到這些影片 那所以第一個 你 我是用那個Google論壇 所以第一個 你可能要有個Google帳號 我用Google去控制 然後 你就進到裡面的話 它會出現申請成員資格 那你告訴我你是誰 最好是給我完整的 你們如果 你有學號嗎 不知道 不知道學號 你就跟我講 反正可以辨識的資料吧 讓我知道一下 然後寫一下訊息 然後我會看到之後 我就把你加到裡面來 加到裡面來的話 就是影片如果有上 就是我把它丟到YouTube上去 那也會有個清單 會自動轉寄到你的信箱裡面 那也就是說你隨時 你平常假設想要從聽過的話 你只要手機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之前上課 那細節 因為有些地方我可能講太快的話 你自己再把它看一下 我想可能你動作比較慢 你或者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可以達到那個跟上課程的這個 這個這個目的 那其他的話呢 因為下禮拜不上課 就回去可以把這幾個範例也許 玩玩看 試試看有沒有辦法 那就是用那個函數 VBA還沒交 而且你用錄製聚集看看 反正產生按鈕 可以把結果給做出來 畫面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話呢 我想我們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OK